在广东省清远市的大山里 每天清早陈永鑫和连雨昕 就会来到自己创建的养殖场 开始一天的工作 养鸡 两个人既当老板 也当工人 看这两个人熟练的动作 可能没有人能猜到 这两位年轻人原本各自的职业 我以前是在民航公司上班的 但是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就是遇到了台湾青年就是陈永鑫 我以前是在瑞士银行工作 然后现在在清远这边 落后一个项目就是家庭养殖的部分 把台湾的一些先进的养殖技术 带过来这边 连雨昕 河北人 一年前还是上海浦东机场的 一名飞机发动机维修师 一年时间就从机场员工 变成了机场老板 而陈永鑫则是台湾人 在金融行业打拼多年 成为瑞士银行的一员后 他的年薪已经达到百万人民币之多 然而在机缘巧合之下 大陆和台湾的两位青年一拍即合 来到了大山里开创自己新的事业 因为我也是个吃货 所以我会觉得吃方面的话 台湾那边是真的农业在一块非常的OK 然后我也觉得在内地的话 传统农业跟精致农业的差距确实是有的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想把精致农业和现代农业做在一起 所以说我们两个 也是我大部分是跟随了他的想法 因为他在农业方面的想法的话是非常的超前的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在扎根做现代农业和精致农业的结合 陈永新介绍自己大学所学的专业其实就和养殖业有关 而台湾先进的农业技术也成为他来到大陆之后 因地制宜加以利用的法宝 机场里的鸡每天所吃的饲料出自陈永新之手 他在鸡饲料中加入了中草药成分 通过不断的调配达到促进鸡的健康的作用 也同时减少其他药物的使用 哪怕是针对生病的鸡 他们也尽可能的利用中草药药水来治疗 绿色健康的养殖方法在这两个年轻人眼里格外重要 如果用中药的一个治疗 那也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副作用 这样鸡也健康了 然后也比较用受药了 那我相信大家以前对那种 就是养鸡都要打基数啊 这样的一个观念慢慢就会不见 那我相信这鸡的价格也会慢慢的水涨船高 那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说 让更多人吃到这样的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健康好鸡 现在鸡肠的养殖数并不算多 这是两位搭档有意控制的结果 他们设计了与周边养殖户完全不同的销售模式 产品价格并不低 一颗土鸡蛋售价达到2.8元人民币 但却已经供不应求 能有这样的成绩 台湾先进的养殖技术和销售模式帮了陈永信不少 他也希望能将这些台湾技术带到大陆落地生根 后续的部分呢 希望说在这一块好山好水的一个清源 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优良的品种 然后再加上定制化养殖的一个模式 可以带过来 就是在一些飼料配方啊 营养配方啊 这些动物营养学的部分 能够在帮助这边的农户 养出一些优质的好鸡 两位青年合作无间 既要动脑也要动手 机场近期刚刚搬到了新的位置 许多设施还有待完善 很多棚架都得两人动手搭建 从百万年薪白领到养殖场创办人 陈永信说 他正是看中了大陆广阔而充满活力的市场 而且市场以外 养殖场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优惠政策 对他的事业也帮助很多 我觉得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亲嘛 今天是因为这个地方就相对有对应的一个优惠条件 比如说他是一个好山好水 然后他的环境又好 那如果对于家亲养殖的情况下 来到这边本来就是一个优势 台湾就两千三百万人 一个广州可能就 市场就超过台湾 对所以说在以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基础上面 你要这边找机会肯定是对的 而且我觉得内地现在目前的经济发展 绝对比台湾来得好很多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不来 可能过了五年后再来 你可能你的租金也比人家高 对不对 你的所有的成本都比人家高 那你的技术就算再好 那也没有用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先卡位